一位大叔带着枕头来健保 专家鉴定完之后却问道 你最近使用过这个枕头吗? 有没有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这个枕头有什么问题不成?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到节目现场的魏大叔 是一位来自山东农村的收藏者 魏大叔上台之后 主持人就热情地向魏大叔打招呼说道 大叔你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健保现场 请问你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听到主持人的问话 大叔回说道 主持人你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今天带来的藏品是一个枕头 我这次来到咱们节目现场 是想让专家来鉴定一下 看看我这个枕头到底是不是一件古董 如果这个枕头真是个古董的话 我也很好奇它究竟能值多少钱 听到魏大叔的话 现场所有的观众心中都是充满了不解 怎么现在的健保节目什么东西都有啊 这次竟然连睡觉的枕头都拿来健保了 如果枕头都能变成宝贝呢 我家里岂不是也有好几个这样的宝贝 我是不是也要来现场找专家鉴定一下呢 观众们这样想着的时候 主持人向大叔说道 大叔 现在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你的藏品吗 经过魏大叔同意后 大家面前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绿色瓷枕 这个瓷枕不仅做工非常精致 就连上面的花纹也是极其奇妙 这时候 主持人也是很惊讶地说道 魏大叔 这么好看的瓷枕 你是从哪里买来的呢 我也想买一个拿回家用 听到主持人的话后 魏大叔笑着说道 我这个枕头不是买的 是我老家的一个朋友抵债给我的 看到大家充满好奇的表情后 魏大叔接着说道 前两年我的朋友在市里开了一家小店 后来因为疫情影响 生意越来越不景气 后来就从我这里 借了15万块钱周转一下 可是小店最后还是没坚持多久就关门了 朋友生意失败 身上实在没有钱了 于是他就将这个瓷枕抵给了我 当时他跟我说 这个瓷枕是一件古董 至少能卖15万块钱 如果卖的价高的话 就当时之前借钱还了人情了 因为大家都是朋友 当时他也确实很困难 于是我也没有计较那么多 就把这个瓷枕收下了 后来这个瓷枕就一直放在家中 闲置那里了也没当回事 听完魏大叔的话 大家对魏大叔的做法感到十分敬佩 更有观众叹道 人生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足矣 这时候主持人问道 魏大叔 刚才你说收了这个瓷枕之后 就一直放在家中 那你又是为什么突然想起来带着来健保呢 听到主持人的问话 魏大叔无奈地说道 身为农村人 本身存款就不多 这不 最近儿子要定亲了 可是家里的存款又不够 于是就想到了这个瓷枕 后来 我们一家商量之后 就决定来咱们节目现场鉴定一下 也让专家看看这个瓷枕 到底值多少钱 能不能解一下这次家里的燃眉之急 听魏大叔说完 大家也是终于明白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案 这时候无数人心里都在想 好人有好报 魏大叔这么好的人 这个瓷枕肯定是一件古董 说不准还能卖个好价钱呢 主持人这个时候 也是听到魏大叔的情况 我们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孩子要订婚了是个好事 我相信你这件枕头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魏大叔 现在请把你的藏品交给专家 让专家来鉴定一下吧 听到主持人的话 魏大叔捧着瓷枕向专家走去 专家接过之后 就开始仔细观察起来 不一会儿 专家抬头向魏大叔问道 魏先生 你用过这个瓷枕吗 最近身体感觉怎么样 看到魏大叔疑惑的表情 专家继续说道 这种瓷枕已经经历了 一千多年的烧造历史了 各个时代 许多种不同民族的瓷枕 你这个瓷枕上面 画着非常漂亮的水纹 水象征着生命之源 所以你这个 是一个水波纹腰枕 应该是出自 今代时期的瓷枕 根据瓷枕的造型 和上面的水波纹 你这个瓷枕 比较适合女士 可以放在腰间使用 这时候魏大叔 向专家不解地问道 这种瓷枕这么硬 古代人是怎么整的呢 他们又是为什么 制造这种枕头呢 听到魏大叔的话 专家说到这种瓷枕 是古人发明的 现在也有许多人 一直保存使用 刚才的时候我就问 你有没有用过这个枕头 因为这个枕头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现在医学家研究 人在入睡的时候 腰部的温度是会升高的 对患有腰间盘突出者 是有极大好处的 听到专家的话 主持人说道 原来这个瓷枕 对人的身体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好处 那么请问专家 这个瓷枕 究竟是不是一件古董呢 听到主持人的问话 专家说道 魏大叔这个瓷枕 的确是一件真品 并且是一件 出自金代绿又水波纹腰圆枕 可是由于瓷枕上面 有一点损坏 所以影响了这个瓷枕的价格 不过按照现在的市场价 卖个十几万 还是不成问题的 听到专家的话 魏大叔的脸上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心中的石头 也终于落了下来 魏大叔因为帮助朋友 获得了这样的回报 看来果然是好人 肯定有好报 看到这里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